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没有到球场去啊 但是我有看到网友朋友的留言 所以呢,我今天就打算来回复一下这个网友的留言 我觉得他这个问题还挺好的 他呢,是问 请问要注意对手机球的拍面 预测来球的方向和力道吗 我已经回答他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回答可能还要再详细一些 就是要演示一些东西 在你判断预测对方的来球的方向和力道 你需要盯着对方的拍子吗 我之前就已经讲过怎么样预测对方的来球了 不是盯着对方的拍子 看这个架拍 这个架拍有什么information吗 完全没有任何的信息的 他这个架拍子不是告诉你听我 Ready to hit 我准备要进攻你了 就像人家那个军事一样 我把那个炮架在那里 反正我准备要攻击你 你一动我就攻击 对吧 你不动我也是照我的原计划去攻击 所以呢 我这个拍架在这就证明我已经准备打好了 但是我引拍的时候呢 对吧 我引拍的时候我也没有任何的信息啊 我带动的时候我也没有任何的信息啊 我在接球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信息了 可是那个时候球已经出去了 这个时候反应已经来不及了 对 所以你看人的拍面的时候 那个预测呢 有可能会骗到你 你能看得出我这两个动作打哪吗 一跟二分别打哪 一个是直线后场推球 一个是直线中场放网 你能看得出来吗 完全看不出来 这两个动作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个力道呢 只有那个打的人他自己才知道 所以你去看这个动作的时候 第一个呢 他没有任何的信息 就算他给你信息 他也可能给你制造假信息 比如说啊 我怎么知道假信息 我可能 我可能想要给你一个大动作 然后我轻轻放往前 放 我可能是一个假动作给你 我也可能是我的手往这边 但是我会 我会转个弯 我先 先往左对 然后我再往右边打 我也可以给你假信息 我也可以不给你任何的信息 除非呢 他这个拍啊 最后击球的时候 突然间一转 那个时候已经有信息了 嗯 那就是说有点点慢了 其实我们 我们看拍啊 只能练到physical 只能练到步伐 但是我们不能练到意识的提前 我等一下再讲为什么 我们应该看什么呢 那当然是看 球一离开拍子 那一下 他要往哪去 就是要等到拍 球离开拍子的时候 这个时候那个结果已经定住了 就是我球一旦离开这个拍子 我就不能再改变这个事实了 所以呢 你看的不是 打之前 而是在打 打之后 打之后那要看多厚了 如果我球出来了半天 你才去判断 那已经太晚了 我球出来很久了 你才动 已经启动 已经晚了 现在我还是讲的动作啊 我可以跑过去玩了 什么时候是最快的判断了 那当然就是我的球 一离开我的拍子 一离开 我立刻就知道那个球往哪 你看他那个球一离开啊 他有一个方向 对吧 一离开往下的 一离开往上的 一打是往这边的 一打往这边 你看他一打 他立刻就有信息了 可能这个 这个信息很细微 好多初学的人 他还没有 呃 察觉 他的这个方向 诶 歪一点点 你看这个歪一点点哦 到那边就已经是一个大对角了 就一个大角度了 所以呢 这个信息是很重要的 大家要习惯这个细微 观察细微 对 还有他的轻重啊 一打出来那刻 你立刻就有一个感觉了 马上就有一个感觉 那个又是一个感官了 好 这些都是感觉哈 看到吗 一些聪明的人 可能他已经get到很多东西了 我在讲这个 这个初级的东西的时候 可能很多大招就放出来了 我本来打算 订阅多一点的时候 我再放大招的 结果没想到 说着说着 大招就放出来了 你看这个 这个机球的 机球的瞬间 你才知道信息 这个是判断哈 你判断什么时候启动 那厉害的人 他可能就是 我 判到我知道那个球过来了 但是我知道 我还有很多时间 我的 我的跑的速度也很快 我就不需要马上过去 心知肚明就行 你不要一看到那个球出来 我也跟着跑过去 不用的 你其实如果能比那个球 跑得快的话 他出来以后 你等一等再过去 也是行的 你过去的那个时间 是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内 在你的预料之内 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一看到球 马上就冲动 就立刻跑过去 有的人他为什么很厉害 就是他看到球来 他也知道往那个方向 他早就预备好 但是呢 我突然间加速过去 跟我匀速过去 又是两个不同的境界 我突然加速过去的时候 我有一个突然性 会 surprise我的对手 我对手没想到 我这么快就到那了 他看到我还没动呢 我发现他动的时候 他已经在那了 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境界 所以这又拉出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启动步 它的作用是什么 它是给你加速用的 它就用在我们这种 高水平的比赛当中 你能够突然间加速 有的人他没有这个启动步 所以他的出来的速度 都是匀速的 他就没有办法 达到我刚才讲的那种level 所以在初级的时候 你其实可以不用问太多 我为什么要练这个 为什么练那个 你就是老老实实去练就对 好 再回到刚才那个网友的问题 他说要判断 预测对方的球 我之前有讲过 你预测对方的球呢 就是根据你自己打过去的球 来判断 你缩小你的防守的范围 比如说你搭档在这边 你就只要注意这边的球 你的搭档在前场 你只要注意后场的球 你的搭档在后场 你注意前场的球就行了 对 然后呢 你们 你如果觉得这个还是太慢的话 你还可以在你自己这边 这个区域呢 再缩小 所以这个就是预判的一个办法 看到对方出手以后 那个时候你的思想 早就已经预判这些点了 而且看到他 你已经证实了 然后才可以过去 不要我还没看到 我看到他一个大动作 我就退后了 然后呢 你一退后 人家又放网了 被骗的情况 就是被人家的动作给晃了 人家一个大动作 你以为人家杀球 人家轻掉 所以一定要 confirm 球出来了以后你再动 球不出来你都不要动 厉害的人他是可以 球出来以后 我突然间动 突然加速 我看得好像我没动 你看到我 你已经来不及了 你已经surprise了 对吧 你又一次失算了 我不知道这个初级的学员 能不能听懂这些话 讲的有点水平有点太高了 那之前我有一个网友 他留言说我讲的都是废话 那然后也有一些网友 在跟他对讲 就是说你要不喜欢就不要看 我很感谢大家support我 我已经很感恩了 那其实也没什么 因为大家要知道说 上世闻到情而行之 中世闻到若存若亡 下世闻到大笑之 不笑不足以为道 为什么不笑不足以为道呢 就是因为你讲的东西 太深奥了 太深奥了以后 大家就只笑笑而已 如果每个人都能听懂 那全部人都是世界冠军了 所以如果每个人都懂 这种成功的秘密 那大家不都富好了吗 所以这个道就是这样子 95%的人都是听不懂 高级的东西的嘛 当然我已经尽量 把这个东西简单化了 我有时候也是尽量 把一些很复杂 一些很高境界的东西 就讲的很简单 让一个三岁小孩 都能够听得懂 你讲的太小儿科了以后 人家就没把他当中 没觉得他很重要 然后你把他搞得高深 莫测了以后呢 又没人能听得懂 我看还有什么问题啊 好多人问我这个拍子的问题啊 我这个人不太在意 用什么拍子 说真的 因为我们小时候的 生活条件太差了 随便给我个拍子打 我就觉得很满足了 我对场地也不挑 只要有一个屋顶 有一个挡风遮雨的地方打球 甚至没有挡风遮雨的地方 在外面打球 我也特别开心 所以我对这个要求不是很高 但是拍子跟拍子之间 确实它是有不同的 那我是从来不买拍子 因为我衣服拍子 全部是赞助的 我曾经在买过一些器材 拍子啊 鞋子还有衣服送朋友 那我是因为到了日本 在日本Yonis大老板 他自己有一个品牌店 然后我就去了 他那个品牌店买东西 然后他还给了我 打了一个七折什么的 我买东西都是很便宜的 就是大概就是六十美金左右 然后呢 我拿回去 给朋友试用了以后 哇没有想到 他们每次看到我都问我要 因为他觉得太好打了 我说这个钱也没有很贵啊 但是呢 为什么这个拍子呢 要比人家那个几百块的 要好打呢 才几十块钱 然后那个鞋子也是 他说我从来没有穿过 这么好穿的Yonis鞋子 才六十块钱 我当时也是鞋子不合脚嘛 然后那个老板就送了一双鞋给我 也是Yonis的新鞋子 那一般新鞋子 穿上去要好几天 他才跟脚啊 结果我那双鞋子 是一穿上去 立刻就可以打了 它很软的那种 就像旧鞋子一样这么舒服哦 就是在日本买的东西 好像跟我们在国外买的东西 不太一样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 如果真要买的话 到日本去买 或者是在通过代购 能够买到日本本土的 然后器材是最好的 Yonis的衣服也是很奇怪 当时有一个设计 是有一个樱花在这里的 大概也就是三十美金左右 就是一百多 两百两百块人民币左右 中国也有这个设计 然后中国本身 他那个厂也出这种 也是正宗的Yonis 可是我的朋友 跟他的朋友在中国 穿同款的时候 人家一看 你穿的怎么这么好看呢 同样的衣服 同样的款式 人家穿的就 一个胖子 一下子变得瘦了 然后我那个朋友 本来比他要瘦 结果穿的比较胖 就是原来 人家日本的那个设计 人家那个剪裁 是立体的 3D的 你一穿上以后 那个人立刻停起来 然后这个裙子 收身 让你看得更瘦 看起来更漂亮 他就是剪裁不一样 然后他用的材料 还有手工 还有做事情的那个精密度 是不一样的 所以人家在日本穿的衣服 一样的价钱 一样的款式 一样的设计 穿起来特别好看 好了 对 反正我是特别推荐 到日本去买Yonis的东西 我本身是不太追求这些东西的 反正给我穿什么 用什么 我都特别开心 以前Yonis 他会赞助 一年赞助很多的东西给我 但是我都没有去拿 因为我从来没有打断过牌子 我打球打了几十年 我没有打断过牌子 我每一年可以获得六个 Yonis的牌子 可是我都没有去领 所以我一直都是拿着旧牌打的 好吧 那今天的video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还是可以给我留言的 点赞留言分享 subscribe 好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